原来你办公室这么大 大有什么用啊 外面的员工都被我姐给遣散了 现在就剩我一光感司令 干嘛 这什么 你东山在一起的钱 说着点花 不是你哪来钱 借的 没有 借谁的你爸 亲戚 谁 谁 我借你钱 你是什么表情 不是你玩够了吗 你把我公司搞成现在这样 反过头来借我钱 你怎么想的呀 我怎么想你管得着吗 路边碰到个流量猫流量狗 我还要喂两口吃的呢 更可怕 你还是我弟呢 我是你弟吗 咱俩关系不是陌生人吗 把他给他咱走 咱走 你走吧 你走了你就小女朋友 白娶我那么多天了 哎 你不说咱俩是陌生人吗 那我借你钱就要提条件了 什么条件 没想好 下午再说吧 你说 下午我姐会跟我提什么条件呢 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她让我跟你分手怎么办 你别玩 你干嘛呢 我问你这么事呢 万一我姐要去咱俩分手怎么办 不会 我跟她接触了这么多天 她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她现在就是因为你一直跟她唱反调 她心里能痛快吗 我分析 她今下午过来 会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吧 肯定要为难你 但是你不要信 这不是她的最终目的 第二个选择 才是她真正想要给你的 那第二个是什么 不知道 嗨 发单呢 起来 起来 我坐 钱呢 我可以借给你 两个选择 选一个吧 哪两个选择 第一 这比钱当中你新公司的投资 但我要占你51% 不可能 余千岁 不可能 又想让我给你打工呢 你想都甭想 那行吧 第二个选择 一分钱我都不会给你 但是外面的办公室可以免费更新 一个月之后 给我组一支团队出来 证明一下 递不成废物 我现在车都卖了 我哪有钱 永远又给你拉一支团队出来啊 那说不定 你可以试试 找一些不要工资的员工 你看完笑吗 有不要工资的员工吗 有吗 我不要工资 你这什么答案 我带你去吧 我帮你去 我帮你去